最新研究显示,每天锻炼至少30分钟的男性和女性,在新冠中生存下来的可能性是不运动的人的4倍左右。 此外,几乎任何量的运动都能降低大家感染严重新冠病毒的风险,即使每周仅锻炼11分钟,因新冠住院或死亡的风险也比那些活动的人的低。 这项研究由洛杉矶Kaiser Permanente Bernard J. Tyson School of Medicine负责,事实证明,运动带来的效果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强大,有规律,适度的运动可以增强免疫反应,也有助于避免呼吸道感染。 如果我们真的感染了疾病,也能更快地康复,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了充分的科学界支持。 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常锻炼的成年人患上感冒或类似病毒的可能性几乎是不运动的人的一半,而且感染的时间也会更低。 类似的效果也出现在了关于新冠的研究中。 健康且平常经常锻炼的人,因为新冠住院或是死亡的几率要远远低于身材走样的人,此次研究人员收集了194191名患者的记录。 他们在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期间曾感染过新冠,近年来至少看过三次医生。 记录中也提到了他们的运动习惯。 结果发现,几乎从不锻炼的人与每周至少锻炼150分钟的人之间的差异最明显。 从不运动的人在感染新冠后死亡的可能性比经常运动的人高391%,无论他们是否有肥胖、高血压或是寄存的心脏病。 即使是那些不太经常锻炼的人,每周只锻炼10到15分钟,也能降低患严重新冠的几率。 所以,运动真的是一种最简单,便宜地保护自己的方法。